好 現在大家已經都了解台海局勢的狀況了喔 好 我們要很認真的來看這件事喔 在中國當然我們不講 沒有講總統這件事情 他們講領導人 領導人 好 我們來看看喔 他去年 去年在20屆的黨代表大會喔 他講黨代表大會啊 他是每五年會舉行一次 而且是非常大的 世界各國的媒體都會關注他到底講了什麼 因為他講了什麼就代表他這五年要幹些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他到底講了什麼喔 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國人來決定 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 盡最大努力 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動 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 國家統一 民族復興的歷史車輪滾滾向前 祖國完全統一 祖國完全統一 一定要實現 也一定能夠實現 好看完了鼓掌齁 現場的時候鼓掌了兩分鐘之類的 只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講了 我一定要實現統一 但是呢如果可以和平統一也是他希望的 但是問題是他的統一跟我們想的有沒有一致 這個是中國的立場喔 中國他就是這樣說了 好那可是呢我們來看台灣這件事情 你們有聽過共軍擾台嗎 有新聞都有在報嗎 叫共軍沒事就飛來台灣繞一繞對不對 我先講三件事情 我們剛剛在表演裡面有看 第一個就是去年八月的時候 八月的時候 美國眾議院的院長裴洛西來的時候 你們知道眾議院議長他是多大的位階嗎 有人知道美國眾議院議長在幹嘛的 不知道對不對 我講一個簡單的 對對對 有人知道 美國總統一拿不小心喔 被弄掉了 或是生病了 不能夠執行總統的職權的時候 代理的就是副總統 如果今天副總統不小心又怎麼了 第三個順位就是這一個 美國眾議院議長 前面總統如果有事 副總統代理 副總統有事就是他來代理 他的職權是這樣子 他去年跑來台灣訪問 他就是來的時候 引起了很多媒體的關注 這是一個時間點 因為這個時間他來了之後 中國的軍機的走向是更進一步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這樣 他在裴洛西一離開台灣的當隔天 馬上丟實體的炸彈 他就是直接丟了11顆炸彈過來 就丟在台灣的四周 那剛好有五顆打到了沖繩的旁邊 他是打在那個 打在那個 他的領域裡面 這是第一件事你們要記得的 因為我等一下會講 第二件事就是去年12月的時候 12月美國總統拜登 他簽了一個國防授權法案 這個對台灣非常的重要 因為裡面有很多實質的幫助 他寫在那個法案裡面了 所以意思是說 他除了要給台灣很多的錢 軍援之外 他有很多相關的聯合作戰的交導 包含送炮彈 因為我們島很小一個 我們不是烏克蘭 如果今天我們的炮彈用完了 要從哪裡補給 別人要送進來也很困難 所以他們就 美國就研究了說 那不如我們直接在台灣裡面 設一個軍火庫 你如果炮彈打完 你還有東西可以用 這個也包含在那個授權法案裡面 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之後 美國的軍機有很大的明顯的不同 第三個事情 今年就在前幾個月 四月的時候 蔡英文去美國訪問 那中國那邊也是很不高興 所以呢 等他一回來的時候 也做了一個軍演 那那個軍演裡面呢 第一次出現了無人機 無人機的偵查 好 現在因為那個報道者 他們做了一個動態度 我現在讓你看 中間你有看到一條虛線嗎 台灣跟中國之間有一條虛線 那個叫做海峽中線 對 海峽中線啊 在幾十年之間的時候 本來中國跟台灣的軍機 他們是有共同的默契 就是台灣的軍機不會越過海峽中線 中國大陸的軍機也不會越過海峽中線 大家如果要超演啊 要軍演啊 都不會超過那一條線 這是他大家共有的默契 可是這個默契 直到去年的裴洛西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等一下你會看到有很多的線條 報告者他從國防部的資料裡面 收集出來的 把每一架飛機 他飛過的 都畫一條線 出來給你看 等一下你們會先看 從去年裴洛西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 來 我們要開始喔 仔細看喔 去年裴洛西來之後 第一個 他發生了什麼事 你有看到上面的線嗎 那些像長方形的線 就是他們的軍機飛行的路線 他們呢 就會故意的超越海峽中線一點點 這個是在裴洛西的時候 來台的時候 這些線條就是 從去年的8月到11月左右 所有的飛機飛過的路線 就是中共軍機飛越的路線 他們是故意的 到了第二個 美國拜登總統簽署的時候 你有看到我們的 巴士海峽那一塊 對 下面 下面那一塊 你有看到嗎 他開始繞到台東 台東的區域 也看到了一些線條 他們現在開始用環繞的 軍機 中共的軍機 環繞到台東的外海區域 而且你看西南部 左下角那邊的線條 越來越多了嗎 第三次是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你有看到嗎 有一條線是整個 從台灣的南部 從東邊繞到上面去 一條線 這是他們第一次有軍機 繞台灣一圈 然後自此之後 自此之後 就不止一次的 用無人機 繞台灣一整圈 那你覺得他想要幹嘛 他可能要去觀察 偵查 沒錯 他就是用一些 他們的設備 去拍攝 可能去拍攝我們那邊 可能會有的軍事設施 最後是這樣子 一直到今年 這個資料也是到 今年的八月底 今年的時候 他是這樣繞一圈 對很多 尤其是西南區的時候 西南側這一邊的軍機 軍機的數量非常的多 有感覺很近嗎 好 這個是我們現在 台灣所面臨的狀況 好 下一個 那我們來談談 日本 日本啊 就是這樣 你看喔 這些紅紅的點 我們先看左邊這張圖 這些紅紅的點啊 就是 裴洛西前腳一離開的時候 中共他打的飛彈 總共11顆 這個是 資料是從日本的 防衛隊那邊過來的 防衛省那邊 給了這一個 有看到這一個 這裡就是打的五顆實彈 然後沖繩的島就在這裡 沖繩最 最離台灣最近的島 在這邊 他就打在這邊 他一打完的時候啊 沖繩裡面 每個人都嚇死了 因為沖繩之前 有經歷過一些很嚴 損傷很嚴重的那個戰鬥 所以當他們 一看到這個時候 他們發現 感覺戰爭離自己有一點近了 所以當他這個打下去之後啊 到了去年12月的時候 日本他就決定了 我要增加我很多很多的國防預算 大概是前一年 比前一年再多了26%的國防預算 我要用我的國防預算去買設備 增加我的兵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第一次在那個 他們的戰略裡面 第一次講到中國 在過去的時候啊 他們防衛主要是俄羅斯 在過去的時候他們比較怕俄羅斯 所以他們都兵力是部署在日本的北海道那一區 可是因為這個實戰射擊的結果 突然日本覺得 而中國好像有一點那個喔 所以對 所以他現在 今年的時候 開始 部署了很多的兵 還有 新開設的一些據點 在沖繩 包含沖繩的離島 這些小島上面 這個是日本 今年 跟去年底 在做的事情 好 我們要談美國 美國也是 非常關鍵的一個國家 以前啊 美國喔 他的戰略是這樣 你有看到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叫做 他們戰略上面叫做第一島鏈 就是說我只要能夠從日本 沖繩 連到台灣 再從菲律賓到南海 這一條線 我只要能夠把中國 封鎖在這裡面的話 那我 美國就會非常的安全 對 沒錯 所以台灣其實 在美國來說 叫做第一島鏈的一部分 所以 他為什麼要給我們錢 為什麼要給我們武器 其實他有他們 自己國家的需要 並不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很民主 很自由 所以就送我們那麼多的錢 跟武器 而是因為 你只要能夠當成 這個是他的防線之一 這叫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在日本 關島 這裡 波流 這個是他的第二島鏈 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 第一島鏈被突破 如果我們台灣被收走 第一島鏈被突破 他就會直接出來 他的飛機 他的船艦 可以直接從這邊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 他還有第二道防線可以用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就有點回應到 剛剛問問說 他也會想要打別的國家 可是要打別的國家 對 沒錯 因為這樣他才出得去 對 沒錯 現在你們知道 他要先從這邊突破 突破 最好突破的地方是什麼 從台灣這邊下面 或是從台灣的上面 或者是直接從台灣 台灣把他收走 他就直接從這邊出來 這個是他的重點 到今年四月的時候 今年四月的時候 菲律賓他同意 開放四個據點給美軍使用 就是等於說 美國人去菲律賓跟他談說 你再給我四個點 我要在這裡設美軍的基地 意思是 那個基地是美軍人用的 他可以放美國人的戰機 美國人的武器設備 然後菲律賓也說 好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很危險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協防 美國可以跟他一起協防 所以他就說 好啊 我給你四個 我再給你新的四個 但是呢 那新的四個裡面有三個 有三個在菲律賓的北部 然後呢 那三個據點全部面向台灣 這樣懂嗎 那三個 那三個據點的方向 都在菲律賓的北部沿海 等於那設在沿海這邊 然後呢 全部都面向台灣這一塊 意思是說 如果中國人要過來打的時候 我美國那麼遠 我哪來得及救 來不及 所以我需要設一些 比較近的軍事點 包含沖沖 沖沖啊 美國人大概有五萬個兵力 在日本 其中有七成的兵力都在沖繩 他設了七成的軍力都在這一條 這一個獵島上面 只有三成在他的本島 七成的軍力全部都在這裡 那菲律賓的話這邊 就是他又多設了 此外今年 他又跟那個韓國新任的總統 以錫悅 他們在華府滿面又談好了 韓國第一次 開放美國的潛艇 在韓國的海域這邊 可以讓他部署 韓國在這裡 在這邊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們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美國人要做這件事 日本人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下一個 那我們來談談 那美國跟台灣之間呢 去年啊 12月份我們說的 因為他打了那個實彈過來嘛 打下來之後 美國的參議院 他在12月份 去年的時候 通過一個叫國防授權法案 國防授權法案裡面啊 已經寫出來的 就是他們是有法源的 在2023年 就是今年開始的未來五年 他提供對台灣 一百億美元的 無償軍事財政援助 什麼叫無償 就是 如果他覺得你有需要 如果我們這個政府 有足夠的預算 不是說我一定會撥 是說 我今年美國錢還夠 那我有一些軍事的武器 我可以直接送台灣 送給台灣 你不用還 這個是他們法律上面寫好的 我可以不用還 台灣不用還 另外一個是 今年的7月 前兩個月 他總統 拜登啊 他提供了3.45億的 美元的軍事援助給台灣 為什麼 覺得很奇怪喔 這一個費用 也是從這個法源來的 這個法源來 他是說 你總統可以使用 總統撥款權 總統撥款權的意思是說 他不用經過參眾議院的同意 你總統本身 我就有10億元一年 我可以把它用在哪一個地方 我自己決定就好了 今年的時候 他就先撥了3.45億 他做這樣的撥款啊 過去 從拜登上來以外以來啊 他只用在烏二戰爭的時候 他撥款給烏克蘭用 今年7月的時候 他先給台灣一些 這個是美國的情況 我剛剛講的就是 稍微讓大家了解 中國大陸他想要的是什麼 台灣的處境 另外就是日本 他正在做的事情 那美國 美國他現在在做的一些狀況 但這中間還有很多很多複雜的東西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先講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要進到第二題